我這邊宣佈一個新的 防疫的措施 就是說 這是一個放寬的措施 也就是說 從9月1號開始 那我們的路徑居家檢疫 雖然還是維持三加四 那我們知道這個原先的這個三加四 他是 都要在一人一戶的情況 或者是在防疫旅館 那現在我們 從9月1號起放寬 三加四的後四天 可以返家一人一室 那 這個一人一室還是希望是以這個 單獨的房間 有這個衛浴設備為原則 那而且 不可以去住這個一般的旅館 只能住防疫旅館 不能住一般的旅館 那另外還有一個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這個後四天的這個自主防疫 從9月1號開始就地點的異動 就不需要再向這個地方政府去做申請 那其他的包括這個 脫衣篩檢 那還有就是說 快篩的相關規則 車隊的相關規則 還有相關的罰則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再強調一下 就是說 9月1號起 那我們的這個後四天 三加四的後四天可以返家一人一室 不可以入住一般旅宿 那其他的規則是都一樣的 這邊有列出來 請大家參考 那為什麼是到9月1號才要開始 主要就是因為 希望給大家兩個禮拜的時間 包括現在準備要出國的 或者是從國外準備要回來的 還有就是已經訂了防疫旅館 那之前的話 如果訂防疫旅館大概都會訂到八天 那現在大概可能只需要住到四天就可以返家 那所以這個相關的退費 這個都需要一些時間處理 所以我們訂在9月1號開始實施 好 那這裡的話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是我們第四輪的快篩 開始這個 開始販售的第一天 那根據回報的話 到早上11點為止 那是賣出了9,449份 那另外0到6歲 免費的這個部分 也領取了6,952份 那麼 根據回報是秩序都很良好 那系統也很順暢 那沒有排隊的情形 那麼媒體也有做對民眾做一些訪問 那大家大致上認為說增加可以買 就是本來是一份 現在可以買到兩份 那對於這個需要使用的民眾來講 都覺得很好 那我這邊也要希望民眾 因為未來的疫情 那可以提早做準備 那趕快可以去做購買 那 不要等到說這個疫情比較稍微 厲害一點的時候 那可能會有排隊的情況 好 我們今天報告到這邊 問題可以提出來 好 工商 指揮官好 想要請問我們今天宣布放寬可以 返家一人一室之後 有沒有預估是說入境上限可以再提升 或者是說可以再多負荷到怎樣的 程度 謝謝 我想 入境 可以 後四天可以一人一室 預計 他對於這個防禦旅館的使用 應該需求會下降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防禦旅館空間 可以再釋放出來 那我們預計是實施 大概兩週之後 我們再來看實際上這個防禦旅館使用的量 再來決定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每週路徑的上限 4萬人可以增加到什麼程度 這樣子 看 我已經在 przykład吃到мет Chapter 好